哈喽,我是桑妮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跟父母相处的话题 因为有很多朋友和我们分享 就是自己的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脾气变得和以前都很不一样了 有些父母本来是可以沟通讲道理的 但是现在竟然也学着会耍赖跟情绪勒索了 再加上有些父母如果记忆力比较差的话 就是很多事情一下子不记得 那相处起来就更容易有冲突 也让照顾的人很辛苦 那么很多人会问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还要顺从父母吗 但如果距离力争的话 可能会闹家庭革命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为难 但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在问世的过程中是很常遇到的 神尊也常会告诉大家 人老了是真的会转变个性的 这就是烦恼还通 尤其有些父母到了更年期 那更是情绪会很不稳定 那身为子女的我们 就是转念想一想 虽然的确和父母在相处上 是会有一些过程 但毕竟大家都会变老嘛 我们先参与父母的部分 先学习学习 对于未来呢 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老人 也是很好的预习和接近 不是吗 今天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孝顺乖孩子的生活故事 聊到这位乖孩子呢 其实我对他印象是蛮深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才刚解封嘛 那他就很急着来找老师聊一聊 那从他聊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 哦原来他的爸爸生了重病 需要长期的照顾 可是家人之间呢 大家却互相推脱 那他又很孝顺 又不怕吃苦 所以他就愿意一肩担起了 照顾爸爸的重任 照顾病人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自己原本是有他的私人工作室 那因为要照顾爸爸的关系 按量也不稳定 那在没有固定的收入之下 家人呢 也开始对他显言显喻 你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 好像有哪里不对 对不对 原本应该是大家互相 要一起分担的一个家庭问题 怎么好像全部都变成 他一个人身上了呢 他当初好意做的这个决定 现在呢 却让他进退两难 这位孩子很苦闷的对老师说 老师怎么办 我在吃身心科的药了 神尊说 你太郁闷了 你因为郁闷 吃身心科的药是没有必要的 这只是一个转念的问题而已 观孩子说 对 我就是太执着家里的事了 神尊说 家里的事并不是都不要管 而是当你没有能力管 无力去管 甚至你根本做不了组的时候 那就应该要学习放手 不懂得放手 只是余孝 并不是真正的孝顺 而且这样 只会全家都跟着不好 有能力的人呢 反而是好不起来的 乖孩子说 对 今天出门前 我还为了要找工作的事 和我妈妈吵架呢 但是我总是要有收入吧 神尊说 是啊 你都成年了 应该要自己做主 父母的话不是不听 而是要选择性的听 毕竟有些父母的观念 已经和社会脱节了 乖孩子说 是啊 他们现在对我 只剩下情绪上的勒索了 神尊说 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理性 要有年轻人的力量 要自己规划人生 要为自己着想 不管多少人对你情绪勒索 重点是 你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乖孩子说 大家都说我以前很乖 但是这几年却开始叛逆 开始会顶嘴了 神尊说 你这不叫叛逆 你是生病了 这叫物极必反 你是身心都生病了 乖孩子说 主生可以教我怎么做吗 神尊说 你要快乐 要豁达 要乐观 你要做自己的主人 你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 你想想 如果你病倒了 那又有谁会理你 谁会养你 你让自己不好 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所以 人不能愚昧到 把自己往墙脚推 这是不对的 你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应该要勇敢面对 理性的去思考 怎么经营人生 怎么去走对的路 其他的声音都不必听 重要的是 你必须勇敢当自己 珍惜自己 养活自己 要为自己负责任 你必须把你的人生走出来 乖孩子说 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做照顾人的工作时 我妈妈竟然说 她觉得这个工作很丢脸 但是我认为为了生活这没有什么 神尊说 人生就是这样 过去的都过去了 为什么达摩祖师要大家归零呢 既然现在你决定要走自己的路 那么就把过去归零 不管面对什么 真的一定要笑看江湖 否则你自己精神和身体都会承受不了的 遇到事情呢 就听一听笑一笑就过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修行 你把它当修行 不管家里的人对你说什么 你的心都如如不动 不要生气 因为这样 你才能找回你的健康 而你的主神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其他都不是问题 聊到这边 这位乖孩子终于懂了 原来不是一昧的顺从才叫孝顺 要先规划好未来对自己负责 才是最重要的 而面对各种负面的情绪和声音呢 要用笑看江湖的态度去面对 毕竟如果自己不健康快乐 又怎么有余力去照顾家人呢 父母年纪大了 他们的想法 我们当然给予尊重 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是非对错 还是要自己判断 所以我们发现 很多传统家庭长大的乖孩子 很容易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 忘记长大 让自己长期的委屈又压抑 真的很辛苦 最后都生病了 才来找神尊求救 每一次碰到这样的孩子 神尊都会觉得又心疼 但是又很无奈 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同样陷入这样情境的朋友们 翻转一下想法 就像达姆祖师常说的 让自己归零 重新把自己导正 当回自己的主人 无论如何 能够让自己平安健康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